兩種喔,其實除了SS之外,剛剛這個SS要顧 之外另外還有逗號跟Tab 這兩個如果要匯入進來的話,要注意哪些地方 其實特別注意喔 這個逗號,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甚至如果假設你的那個檢視裡面 預設,如果你們電腦沒有副檔名 如果沒有副檔名,你可以檢視副檔名 你可以把副檔名打勾 它的副檔名就出現,TST 那其實喔,如果你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其實要把它變成也是有檔解決方法 你甚至根本都不需要什麼 不需要匯入啦 你直接把副檔名改成什麼 改成CXV CXV的話 其實喔 按Enter 是喔,你會把 那它副檔名變CSV 變CSV 那你接下來喔 再直接把它打開 理論上呢 它就會直接喔,用以色開了 其實你會發現喔 老師那個什麼 點TST 改CSV 欸 就可以直接開 因為 CSV 預設的 程式喔 它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 以色來開啟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跟它 資料交換的話 如果它是個文字檔 你是把副檔你改掉 然後給人家做OK了 也可以直接的嘛 用以色開啟 像這邊資料就開起來了 第二個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 如果你想說 那 如果不要用這個方式開的話 我把它再改回來 那 有沒有辦法用那個 Excel直接開啟 其實開啟的方式喔 大概至少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喔 一樣我們用剛剛這個檔案好了 我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去的3好了 那當然 你可以從兩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你可以從資料 裡面的從文字檔 這個是一個管道 一個方法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這個 裡面 圍欄裡面 本身有個開啟就檔 開啟就檔 這個也可以 兩個結果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不過我比較習慣用那個 第一個方法 資料裡面的從文字檔 然後呢 一樣找到哪裡呢 找到 我們剛剛 我放到桌面 桌面上面這個 我的範例檔 然後 因為我是選擇的是從文字檔的選項 所以它就會自動 把那個 所有的檔案格式 文字檔部分 甚至你會發現它包含什麼 文字檔裡面是包含CSV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樣來 CSV不直接打開 你也可以用賄賂的 兩個方法其實OK 那我們就講 兩個 那先把豆號的先練習看看 按確定 按賄賂 賄賂之後的話 第一個 你會發現 它 會出現亂碼 為什麼亂碼 因為它好像辨識錯誤 什麼地方錯誤 它把原始檔裡面以為是什麼 所以怎麼辦呢 把它改一下 改成哪一個呢 特別是 應該改成那個 我們內建的 就是 微軟的話應該是 繁體 中文 有沒有 特別是 而且不要選錯 而且繁體中文有好幾個 其中的話 微軟本身用的一定是 950那一個 然後它的 後面叫 big5 可以不要選錯 如果選錯的話 一樣是亂碼 好這一個 點下去 馬上變成 沒有亂碼 OK 亂碼也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其實我們 剛剛講 AMSI 就是指的是這個東西 OK 好 那再來的話 下一步 那 可是在下一步之前 請特別注意 上面有兩個選項 它說 那你分割資料 要按照哪個地方分割 是符號分割呢 還是固定寬度 因為我們中間有豆點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用什麼 分割符號下一步 那 請你把什麼呢 分割符號在哪裡 把TAB打個豆點 底下看一下 沒錯 下一步 那他問你說 你這個格式要不要變化 其實喔 如果不變的話 反正全部都要好了 那 除非說你不要哪一個欄位 比如說我不要 如果不要 什麼 並 如果不要交互日期的話 你不會入此欄就好了 要的話 你就 反正就不選 一般 OK 一般跟不會是什麼 然後再來的話 你不會知道 不過應該還有一個選項 就是欄位名稱 看一下 不然它會自動會增加一個欄位名 我看上一頁上一頁 那個欄位名 好像沒有 在選項 進階裡面有沒有 現在沒有 沒有 我們按完成 然後問題說 他會用哪裡 A1 按確定 好 這樣也完成 可是有同意說 老師那如果說我想要用什麼 類似剛剛Microsoft Query的篩選 只留下2010年的資料就好 2010年的上半年度的話 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就利用什麼 利用資料裡面的篩選 所以其實Microsoft Query 其實就等同篩選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把篩選播出 其實很簡單 篩選下去 出貨日期的地方 找到 它如果裡面呢 放日期的話 那 就會出現日期篩選 如果裡面放的是文字 就是文字篩選 如果是放數字 就數字篩選 那我們是要介語 好了 或者是大語 就是介語 哪一天呢 比如說我要從 之後 哪一天之後 2010的1月1號開始 1月1號 到哪一天結束呢 上半年度 2010的6月30 6月31嗎 沒有 6月30 好 然後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就2010 那我再來就做什麼 把它做Ctrl Shift 向右向下 這個就是我要的 那你又怎樣 再把它Ctrl C 並且呢 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邊就是什麼 2010的上半年 再把它貼上就好 Ctrl V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來 Ctrl V 這樣也OK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OK 而且比較有彈性 就是說多做幾個步驟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匯路的部分 第二個也可以練習 剛剛另外還有一個是 匯路的話 剛剛還有一個是 傳聞字檔 有一個Tab的 不是鬥號 另外一個是Tab 如果是Tab的話 也可以再試試看 一樣是變異樂難文 反正就是 再把它改成什麼 反體中文 但是這個部分的練習 記得就是 要把那個 分格符號改成Tab 如果你用鬥號的話 它一樣會找不到 OK 在這邊的話 Tab 然後下一步 這個就要完成 一樣可以把資料裡面 匯路進來 也是不會有問題 所以各式各樣的方式 也許可以 試試看 試一下